本地一项调查发现 缺乏维他命D的人如果感染骨痛热症 出现重症的可能性较高 是的 不过研究团队说 目前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以清维他命D对免疫力的影响 以及是否能减轻病情 因此不鼓励公众购买相关的保健品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国家传染病中心和成都生医院等 组成的研究团队 针对80个已有的骨痛热症病患样本 展开研究 结果发现 维他命D数量较低的骨痛热症患者 病情较为严重 维他命D数量高的患者 病情则较轻微 我们的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看 维他命D到底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起做怎么样一个作用 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 能够让维他命D 给病情会比较轻微一点 不过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判定维他命D的成效性 研究团队不建议人们购买保健品 补充维他命D 一般上我们是不介绍说一般身体健康的群众 就去量一下他们的维他命D 或者是吃一些钙汁 或者是维他命的补充品 最重要的还是饮食 得到一个均衡 另外有专家透露 一款新骨痛热症疫苗 上个月通过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 但我国还没批准使用这款新疫苗 目前本地主要传播的是第二型骨痛热症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